那我就今天讲一下关于IT的就业市场 然后我还是先做个调查 有多少人是现在就是在IT行业 比方说IT毕业生或者IT在校生 可以靠一 然后如果说不是在IT行业里面的 可以靠二 好 那就应该是只有几个人 不是IT行业的 那行 没问题 那我就开始讲一下关于澳洲 目前啊 是我在澳洲七年了 然后是我第一次经历过一个澳洲IT的 现在这样的就业市场 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是我老一些老师让我讲的 然后我觉得还挺有必要的吧 首先是现在是这样子啊 可能大家如果求职或者不求职的 可能会稍微有一点了解 就是说现在在澳洲的IT区域市场非常火爆 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 就现在的工资啊已经上涨了百分三十多 之前没有就是meet的级别还没有这么高的工资 但现在基本上一个个你也看到我们经常发个朋友圈什么的 有些工资到一个meet的十三万不到一年的工作经验 啊 就能到了十三万 还有一些个别的同学 第一份工作能到十五万 呃 反正我不是 我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但是现在这个现象 是正在发生的 啊 然后也问也调查一些资料 也问了一些朋友 也问了一些比方说一些利益的 大家讨论下来呢 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封闭国境之后呢 没有新的新移民developer进入 然后学生也没办法进入 导致整个IT的一个supply 就是供应端是不够的 人不够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的澳洲的公民 他们可以通过E3去美国 然后美国那边也很缺人 因为他们那边也是封国境封了很久了 所以说整个澳洲的developer 或者说做IT的develops等整个行业 都极度确认 第二个事情雪上加霜呢 是印度外包的整个部分已经 濒临崩溃 就是因为COVID-19导致整个外包 他们的效率变低 然后很多的外包case 会流到了澳洲本地来做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最近 有很多的咨询公司在招人 有些是印度背景的咨询公司 招大量的人 然后门槛基本上都放的很低 只要是做IT的 做面经验的 然后就可以要的 然后第三个是经济恢复 因为像去年的时候2020年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都失业了 因为我也是也算在一线嘛 因为我很多的学员 学员怎么样呢 就是刚拿到offer挺开心的 然后三月份的时候是封国境 然后他三月份入职 结果刚打开电脑 然后呢HR同志公司 redundant了 就是不会再有新的人了 然后第一天就失业了 有个别一个人是这样子 也有一些是失业的 然后sales失业的 然后尤其是最惨的就是餐饮业嘛 当时开了好多人 然后现在今年进行恢复 然后local的整个澳洲境内的经济 恢复挺快的 如果你们发现的话 如果在澳洲本地的话 你们发现 很多的亚洲餐馆 韩国餐馆 已经出现了大量的那种白人的服务员 这个是在我来澳洲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见过的 所以之前的时候 从来亚洲餐馆是从来不会招白人的 甚至说连中文都不会说 所以说整个澳洲的经济在恢复 然后各大公司的digital 继续转型 继续开发新产品 还有很多的新业务 目前的话 从目前来看 只有墨尔本和悉尼市场的IT就业市场非常火爆 然后墨尔本的话其实也就最近三四个月时间 开始出现大量招人 然后以及是提高薪水 然后有可能你的朋友是刚刚跳到这一家公司 然后被另一家又挖过去了 所以说最近的市场是特别的混乱 但是特别适合打工人就业 因为比方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就是之前Carsel的工资可能不认高 然后Zero那边有挖人 然后提了30%的薪水 从Carsel那边挖了很多人 走了一大批人 然后呢 Carsel或者Nav建设不好呢 又开始提他的工资 然后又开始挖别的人 所以整个的多名诺效应就产生了 就是很多公司开始 为了招到更好的人 他们开始不断的涨工资 这个事情反正我是这么多年没有见过 然后现在我给你们展示的是 现在的大体的一个薪水的级别 最主要的是 现在需求的量最高的还是Developer 就是开发人员 那比方说我二月份讲的时候 如果你们听过我二月份 上次公开课是二月份 讲的时候程序员的需求 还没有到今天这个地步 就七月份这个地步 那现在这个薪水啊 因为像MID的话 是从10万到15万之间不等了 就不再是之前的 到13万也很高了 现在基本上很多 有些开到15万的MID 然后最主要的是Synier 有些像布里斯班的Synier 就没有怎么涨 布里斯班整个市场现在稳定 但是不好说 两三月之后不会变 我猜两三个月之后 会还是会变的 就是布里斯班这边会特别火爆 从Synier的话 可能现在就有很多的offer 到了什么呢 18万年薪 19万年薪 20万年薪 很多开始逼近20万年薪的Synier的职位 而且这个不是Principal 也不是Team Lead 就已经到了这个薪水 为什么我会写这个区间呢 13万到25万 这个区间是我们老师的一个区间 然后他们跳槽跳的 然后我基本都问了一下他们的薪水 他们developer的薪水 基本上已经从 尤其墨尔本的 好多墨尔本的老师 是17万 18万 20万 25万 这种薪水 然后他们交税 都是交45%的税了已经 这个之前的时候 是完全想象不到的 然后现在DevOps的话 稍微趋稳定一些 就是薪水的话 还是保持在过去 差不多区间 就是9万到11万之间 逐年的时候 然后到MIT的时候 也是到了12万到15万之间 那Synier的话 把个别公司已经过30万了 也是其中的一个老师 大约就是薪水就30万了 然后很多老师 一般像DevOps的话 就18万 17万 差不多这样子 像个别公司的话 能过20万 22、3这种 这是SRE的工资 然后Cloud Engineer的话 我倒没有听过特别多的 非常高的薪水 但是 大体的话是一个比较理性的 一个区间 然后他的Engineer 现在这个 也是属于一个 非常火爆的一个市场需求 这个市场需求呢 也是不仅仅来自于 我们的老师 还来自于我们的学生 就是8万到10万之间 是一个比较 junior的一个级别 然后最主要的是 10万到15万之间的薪水 因为我们的 有些学员 就没有任何经验啊 拿到的薪水 就是12万 11万 10万 还有个别的拿15万的 在他Engineer 不过是Contract 这个是康 我的学生是Contract的价格 但是薪水的话 他会一直保持在MID的这个级别 还是挺高的 Sanier的话 也大体的话是这个级别 然后数据工程 数据分析师的话 还是比较趋于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就是没有说已经涨到那么高的离谱的 离谱的情况 但是未来的事情不好说 还是看一个公司业务发展的需求 目前的话 首先还是做一个creation的那端 他们会创造很多的一些新的事物嘛 所以这边的端的薪水 首先开始上涨 然后呢 后面会运营啊 运维啊 然后数据分析啊 可能会 也会随着增长的 所以大体的话 薪水的话是 到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个是比较traditional的 就是wordpress这些developer 他是保持在原有的这薪水的一个级别 没有特别高 这是现在一个关于技术类IT行业的一个薪水 然后非技术类的行业 我只列了三种啊 一种是 就BA和product manager 这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的话 是比较区域理性 就是5万到7万 然后mid的话 是8万到14万之间 跟developer比较接近一些 然后senior的话 个别也能到了个20万 但是一般情况下 是13 13 4万是比较合理的 然后QA的话 因为developer这边增长的话 QA的需求量也会随着增长很多 但是薪水的话 比较区域理性的区间 把6万到7万之间 6万到8万之间 是比较理性的 然后个别公司 可能会给的很高 但是大部分公司 还是处在6万到7万之间的一个薪水 啊 UIX的话 还是保持在之前的样子 就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这是一个行业的方面的薪水 呃 这部分有什么 有人想问的一些问题吗 有没有想聊的一些问题吗 都可以聊啊 今天 老师我想问 老师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那个delta是 为什么他的工资会这么高 而且 我觉得做运维的 好像技术 含量是不是 没有存在的工程师开发的 那个工程师 技术含量高呢 呃 他主要我们叫的是SRE 他不是运维 他是一个devops 不能叫一个纯粹的运维工程师 他是一个sat reliability engineer 是主管呃 公司的呃 网站APP的一个稳定性的 就他牵扯到很多东西 比方说部署 satcd 呃 login monitor 呃 还有很多的是云端架构 呃 还有scalable等等这些 这个其实SRE这个公司 他的国内也很高 我们说的是devops啊 不是纯粹运维运维的话 工资是很低的 但devops或者SRE的话 在国内的工资也超级高的 像呃 就是说实话 就是devops干嘛的呢 我一直举的例子是devops呃 程序员就是造火车的 程序员是 造把火车从轮子呃 坐纹 然后火车头给建起来的 这是一个呃 程序员的工作 然后 devops工作是什么呢 devops工作是把这火车放到铁路线上运行的 那这铁路线呢 他可能是会有 比方说你造出十辆火车 但是我只有五条线 五条线交叉 但是你怎么如何 让这个devops这个让火车能通过五条线 并且不会冲撞 并且不会有conflicts 而且不会出outrage 然后他能平稳的运行 呃能够正常的存储量 或者说扩容 都都可以 然后如果说运 如果是单纯的运营的话 他相当于是一个火车的一个调度 相当于是把火车线一个单独调度 但是devops的话会涉及到设计 呃 traffic 呃 monitor 然后甚至说日志 呃 incident 如果出问题了 incident怎么办 这都是devops一起做的 但更多的是infrastructure的一些建设 然后还有一个相对应的是一个network engineer 就很之前的时候network engineer的工资啊 因为我这次没有列出来 是因为network engineer不是很普遍 呃像过去的话 network engineer相当于是修铁路 就是建铁路的 但是这建铁路的话 这铁路里程可能到了比方十万公里 呃 如果你新增加的case变成20万公里的话 那这时候要network engineer要很多 而且工资会非常高 远超过程序员 但是呢 这个工资是一阵一阵的 就是你过了这个建 技术建设期的时候 这个network engineer的需求量就下降了 那很多人可能开始失业了 呃 就会是造成一个这么结果 所以说没有那么大的建设的情况下 network engineer的工资会很不平稳 然后需求量会像周期性的波动一样 除非像像澳洲这边开始做那个技术 狂推基建 然后network engineer啊 communication啊 tile communication啊 可能会有更多的工资 工资也会很羡慕 但现在这个情况的话 好像没有那么多吧 这是这几个岗位的一些区别 就问了一个这么多 对呃 Vincent问的话 这个是base的 就是这个不是一个contractor的 contractor就没办法统计了 contractor 现在其实大量出现了1000块钱 1200块钱的呃 这种frontend backend developer 这种contractor 呃出现特别多 呃 为什么有些人第一份工作能拿到me的呢 呃 你们也知道me的工资 me的的要求是要两到三年工作经验嘛 但是 其实跟 之前我讲的就是跟相亲差不多 比方说你去相亲 女生相亲男的 像我像要一个 我家找1米8的 1米8的一个男的 但是呢 相亲的过程中发现找1米7的也可以 这些这就相当于是为什么很多我们的学员能一上来就拿那个me的的原因 呃 不过为什么拿到我也会跟他们说过就是 呃 学生嘛 我们学员嘛 就是便宜好用 然后有经验 可以比普通的人的工资 普通的me的工资要降低 1万2万 然后公司会很容易受到这个诱惑 然后给他一份offer 提到第一份工作直接me的吗 有很多我们大部分的学员都是直接me的的 要不然工资很难过8万9万10万的 哪有第一份工作直接就me的哪这么多吗 有啊 不是跟你你你都认识 哎 东西大佬都是10万吗 第一个 拖后腿了 呃 然后是web前端后端 因为我其实为什么把 forset developer 把这个web developer给分开呢 是因为我们讲的前端后端是一个工程师 就工程师的话 他相当于是你要做前端框架开发 然后呢做工程化的管理 做unitess 做很多的测试框架 然后做部署 这是一个工程师做的 然后像过去的web developer 他们一般都是不用框架 主要是就是修改那个wordpress这种website 他不是做web application的 所以他工资会稍微低一点 我稍微这么分的 不是很合理 因为我自己 我可以自己叫 我也是一个web developer 但是为了把工程师区分开的话 是这样子 然后请问一下 如果关于网络安全方面直接的话 网络安全没什么工作 澳洲的话没有什么工作 工作的话不适合第一份工作 如果你们有很多的经验的话 工资的话大体跟cloud的应计也差不多吧 行我等会再看从 国内的森林开发这边受认可吗 国内的森林开发得看 你做什么东西 因为很多人在国内可能工作10年的C++ 来这边依然找到工作 是挺常见的 我等会再继续 再继续我的PET 等会再看你们的问题 然后现在就是最近 这是现在的工资 IT方面的工资 已经非常我认为不理性了 然后呢我三个 给你们举一些周围周边的例子 就刚才我说的 我说的是极端例子 就是我过去也没有碰到过这种极端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最 我碰到最极端的 就是上午投稿简历 然后没进过interview 然后直接给offer 这个人还在现场 还在听着呢 所以这是我目前碰到过最极端的例子 像国内的话可能会碰到过 但是在澳洲 我这是头一会儿碰到 就是没有经过简历 没有经过interview 直接给offer 然后真的去上班了 两个 两个 两个都是 两个 两个都是 然后呢这不是骗子 如果说真的是 没有人这样子的话 因为我正好是之前还有两个学生 在那个同一公司工作 然后他们就直接偷简历过去 然后没有interview 直接给offer 这个反正是非常不正常的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 因为女生面试developer 然后答错了50%到7 然后最后拿到了for time offer 然后情况C是什么呢 也是最近刚发生的 第一份工作是7万 7万8万左右 然后跳槽直接讲了13万 你想想这工作还不到一年啊 就是已经13万了 然后还有一份工作是 还有一些学生是12万到15万 这种工作是有不少 像今天还有一个 是11万的 所以说我还没都还没有整理呢 所以最近整个行业 就处在一个非常的浮躁的情况下 所以我一直说的是强调是极端利涨 没有之前没有经历过 然后在澳洲IT就业的一些机会的话 是以大家最小的话 就是悉尼是最多的 然后墨尔本的话 其实就比悉尼可能低5% 到10%的offer 其实就是那个Jaw没有低很多 但是是悉尼和墨尔本的数量 是明显高于布里斯班的 然后比较多的工作 IT工作的话 是在布里斯班和堪培拉 这里也比较多 他们俩是处在差不多一个位置 但是堪培拉 工资挺高的 但是一个坏处是什么呢 他们大部分的工作都要 只要citizen 超多的工作只要citizen 但是没有一个比例 也没有统计过 但是堪培拉有很多是去 想去移民的嘛 但是很多学生 没有PR也没有citizen 就找工作挺难的 这是堪培拉的一个特点 然后一般性的工作的话 像哥扣作为一个片野地区 就从堪培拉开始的话 就是一个片野地区 像哥扣片野地区 然后也是有一般多的工作 没有那么多 几百分是有的 然后阿德塔斯就比较惨 阿德和塔斯的工作机会就比较少一些 阿德相对来说多一点 塔斯就是更加惨一些 本身IT行业的工作没有那么多 然后这个是 我整理的是IT公司一个offer的难度 那最难的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flag级别的 就是Google Amazon 不过在澳洲的话 主要是Google和Amazon 这两家公司 除了这两家公司之外 还有高盛 以高盛为代表的trading公司 这三家是属于 我认为是超级难的三种公司 是首先要什么呢 是超强的一个算法能力 还有一个是基础 技术的一个能力 就是它不大会 你可以看后面的公司会考验一些工作经验 但是从第一层的话 基本上就不会考察一些工作方面的经验了 只要你算法能力很强 你的基础能力很强 你的CS能力很强 就是你的那个技术科学能力很强 计算机科学能力很强 这些就是容易近一些 当然是因为只要是能够进入 进入到第五六轮的那些人的话 都是属于差不多的一个水平 那就要看最难的公司的HC有多少 HC多的话你是可能有机会 但是HC不多的话 你可能要等team mesh 有时候可能等一年 有时候可能等半年 这就是这一类公司 trading公司 我只放了高盛 还有其他的公司 但真street也都是很难的 不过是不是在澳洲 真street不在澳洲 高盛还是在澳洲 比较难的这个级别的话 我只列了两个公司 一个是Canva 一个是Atlasen Canva和Atlasen的话 他们的工资现在 反正是非常高了 这工资高到什么程度呢 我也不好透露 就是像Atlasen的工资 已经超过个别的 Google的工作工资了已经 就是澳洲的Google工资 而且Atlasen大量的工资 都超过20万 所以说这是 这是这两个公司 如果你们想去投的话 想去找一份安稳稳的养老 也不是养老的工作 就是很安稳的工作的话 可以做Canva和Atlasen 越早进这两个公司越好 因为他们有股票 股票特别值钱 然后呢 他们这个算法 考不考算法 一直是在 不好说 因为有的人考的时候 是考了算法 有的人没考算法 然后他们主要强调的是一些 一个是公正化的能力 然后也会考看一下 项目经验 还有一个是最强 需要超强的技术能力 比方说 你如果你走前端的话 Jarscript 最基本的 JS JS ES6这些是必须要 非常熟 而且不仅仅熟 而且需要制造原理 他们都会考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 一个独特的一个价值观 他们都有价值观体 价值观体 你需要用小故事 给他讲出来 怎么出来的话 挂 这一轮 最后一轮 挂的人特别多 就是前面这一轮 感觉挺自信的 但是到最后一轮 能够决定前面 前面你答的再好 如果价值观有问题 也不是说价值观有问题 就value的故事 编的不行 那可能也是直接 不会给offer的 这是 这难的级别 正常的级别的话 就是差不多 就是不上不下的 有的可能是比较 比方after pay 可能有的时候比较难 有的公司可能不是很难 但是大部分的公司 都是差太多 没有差太远 主要考察的 还是一个工程化能力 工作经验 还有技术能力 还有会有一些behavioral question 然后大银行 大学 新兴互联合公司 都是属于差不多的级别 但是呢 里面肯定也会分一些 小的级别 但是跟上面两个 上面两层比的话 还是不是一个级别的 工资的话 有某个公司 我不能点名啊 因为我可能有人在 某公司的森年 也能过18万 就是在这里面呢 有某一些森年 然后比较稍微简单一点 就是外包类的公司 就是小的外包类公司 小的一些consulting公司 然后一些新的startup公司 比如我们 就新的startup公司 比较简单 然后工程化能 一般像我的话 就是考察 你的工程化能力和工作经验 项目经验 你得有一些这经验 我希望第二天就能出火 这个是我会经常考察的部分 然后其他像之前当面试的 当面试官的时候 也会考察 一些这些部分吧 这是大体的是一个公司 一个工作强度 而不是那个难度 然后再看看你们的问题 Data Enlace需求会很多 Data Enlace需求是挺多的 所以它的岗位 然后求职的机会会挺高的 然后培训的时间也挺短的 就可以拿到 然后有些是 其实你在学校学的那些东西 Sequel那些东西 其实也挺适合直接去找的 但是因为DA 它考察的点不仅仅是技术 它同样考察一些soft skill 还有presentation一些 skill 还有一些domain knowledge 所以它的考察 是跟公司的需求而定的 这个就很难去界限 未来澳洲IT几年移民和工作 是什么趋势 这个我只能不好说 只能去问移民局 反正现在各个公司都说没人 然后呢不知道移民局后面会怎么着 但是我觉得澳洲现在 未来的移民越来越像美国吧 就是有工作 比没工作好移民 有点越来像美国 美国的话就是只有一条路 就是必须要有工作才能移民 就是一样啊 H2面的时候简历会因为不够两到三年经验会被刷下来吗 是会被刷下来啊 但是你如果你简历里一点经验没有 那是肯定会被刷下来的 但如果你简历里有很多的项目经验 不一定被刷下来 就像是你去相亲 一米八 大高个儿 但是过来跟你相亲的人 很多人不到一米八 那可能就这一米八的这个条件 可能就看到大家有没有房啊 有没有北京户口 上海户口啊 有没有车啊 得看一下这些东西 RT在澳洲都可以移民 跟木尔本 木尔本都一样 两个三年工作经验 如果申请全站工作经验也不算 呃 全站 差不太多 没有太大区别 工作经验可以算的 就是全站跟前端跟后端 呃 界限没有那么大 因为工作中 基本上你会都要用到前端后端的一些知识 呃 DS为什么我没有加 是因为 DS的DS的工作啊 有些DS的title 它其实相当是三年DA 它并不是一个准确的DS DS的话 一般薪水就是 它起金也很很高的 就可能也是 呃 从九万起吧 它跟Divose这个级别差不多 但是呢 这个跟公司有关系 因为如果说真的是 那是像做 呃 DS的那些工作的话 它的薪水很高 但是呢 很多的公司的岗位的DS 它其实就是一个数据分析师 或者我们叫 C年的数据分析师而已 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DS 但是薪水的话 也是会突破10万的 但是薪水的话 是远低于国内的 这DS的薪水 呃 三小时拿offer签contract 呃 不是呃 请问阿德莱德的工作机会多吗 刚才说了 阿德莱德的工作机会 特别少 呃 跟其他比的话是少很多 我说对比的话是少很多 但是也有一些机会 但阿德是比塔斯 应该多一个级别 就是塔斯已经属于 真的很可怜的一个级别了 呃 珀斯 有吧 但是基本上 我对珀斯了解太低了 全站面试的话 靠哪些面试内容 后面可能会稍微说一下 但是不会说很多 对 西海岸不存在 银行进还是邮局这种好进 呃 首先你要知道 就是现在 银行和邮局差不多 但是呢 现在邮局的薪水超级高 就是Australian Post的薪水超级高 然后之前我们群里 有一个大省是呢 刚拿到20万的package 也是20万的base 呃 失去了邮局 所以说现在邮局的薪水 特别特别高 然后银行的话 现在还没有match到这么高的程度 我不好不知道后面银行会不会match到这么高 因为因为大部分的IT的工 就是为什么Canva和Lesson啊 Google Amazon 呃会给比方AftPay 会给IT的developer 或者给成全会给这么的高工资 因为developer是在公司属于核心位置 是属于帮助公司赚钱的一个位置 那如果其他的部分像按理说啊 像过去的话像邮局啊 或者像一些银行啊 呃IT它并不属 像保管公司 它IT并不属于核心的地方 它属于一种支持性的工作 就是它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前线的sales 会给的工资更高 它不是很注重IT方面的工资 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 大家都挺注重IT方面的工资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 呃Canva的intern要求这么严格吗 Canva的intern现在是这样子啊 我们说实话 我们推了Canva是30多个实习 内推啊 都是Canva自己的员工 我们帮助推了30多个 然后拿到面试的很少 特别特别少 能到下一轮的我还不知道 呃Canva的intern要求 你想就我们自己 就推了30多个 就不用说在市面上申请有多人 会非常多 可能上千人申请了intern 呃你这个简历能不能到 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公司招JP后面会讲 大家来搞情 呃 呃然后知名非相比专业要求一样高吗 知名非互联合公司和知名互联合公司 统一岗位相比专业要求一样高吗 呃就是这个岗位的话 要求它不一定是相等的 就是有些小公司 他可能要求还事儿还挺多的 他不代表 呃小公司要求不高 因为像我们之前有个学员是这样子啊 在悉尼的 然后呢是一个startup 就这种啊startup 进行了七轮面试 google都没有到七轮面试 他们这个是个美资的一个 北美背景的一个startup 然后呢是四轮算法面试 就一个小startup 进行四轮算法面试 但是我们的学员当时只有Citon的Visa 然后呢 所以说就只很 只能很被动 然后就不得不就不断的进行 但是最后好处还是拿到了 所以这个这个公司 还真的要看创始人 这老板会不会作啊 如果作的话 可能会要求很高 但是如果要求很高 代表的是他们招的人机会可能很小 所以一般得看一些公司 但是从这个难度来讲的话 Google以下的 还是还是能进的 就是我画了这个线啊 就像我们自己培训班 也就只能能够顶到这个at lesson了 像像我们学员能去Google和Amazon的 我说实话 我都不觉得是我们帮助培训出来的 是他们本身能力就已经到那个程度 然后他们自己能申请上的 或者说我们只是给提供一些经验 和自己的能力的提升 那他本身能力是能够到的 我觉得还是蛮难进的 然后我们只能培训到蓝线以下的部分 这是比较 我们还是有这种自信的 面试失败后 好像有第二次机会吗 得看公司 如果你去的是比方at lesson 看吧Google啊 他们都有小黑屋 你面试第二次的话 可能会要等半年或者一年以上 才能继续申请 因为公司会认为你可能会在半年 或一年之后 你的能力是能到 才会给机会 如果不断的去面试的话 他们 毕竟这个能力的话 不会是短时间提高的 也是降低了一个recruitment的一个成本 价值观在哪方面找东西 这个东西现在是这样子 如果说开完的lesson 你如果面到最后一轮 现在hr都会告诉你了 不像之前的时候更不告诉 现在hr都会告诉你 去哪个页面去看 他就直接告诉你 去哪个页面有个value的一个页面 然后去看去想下一次的面试 所以大家其实把这个比方价值观这个面试公开了 那真的是纯粹的肉搏战 其实不是很容易拿下来的 像之前的时候 大家都是偷着知道的话 还能可能shortcut进去 但是现在大家都公开了 就真的是看能力的肉搏战 如果没有数据分析工作经验的话 如果没有数据分析工作经验的话 的话你起码得有一些dominal knowledge 和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分析的能力 如果没有的话就难挺多的 如果什么都没有 公司更不会要你 所以你起码得占一条 像后面会讲的 PR会简单吗 PR它仅仅是这样子 PR它只是允许你申请这些工作 它不代表你真的能进去 因为PR上面还有citizen 而且公司面试的时候 也不会因为你是PR或citizen 就会高看你 还是最后看的 还是你的能力能不能到 你的能力到了 PR都差不多 当然有些公司 比方艾森哲PWC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像咨询 像几个大的咨询公司 现在都要PR 之前的时候还不要PR 但现在好像都要PR 一般的公司不会考算法 然后一般考算法的时候 我只碰到过三次考算法 都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排序 MOPAR便利数 这种非常简单的东西 我写过 我这页面Oracle的时候 手写过算法 就是当场 给我一个数 然后我当场 要用抓换写出来 工作方向 跟大学 你只要工作 跟大学没关系 你的这个课 跟大学没有任何关系 主要是看你最后的内容 如果你是走DS的话 那肯定是稍微有点 有点关系 但是如果你不走DS 走工程化的话 你们交流有这么多 学校选的东西 对 国内就业会卡 国内就业非常卡年龄 就是后面我后面会讲吧 你们说话太多了 我先到Chris这个 国内就业会卡年龄 等会再跟你说 然后是找工作机会 在澳洲的话 就分这两种 一种是graduate program 和社招 那刚才前面 咱们说的这些的话 其实都是社招的东西 校招的话 是校招其实主要是一个JP 或者说管卫生 是大体是这样子 澳洲的校招 跟国内有点区别 澳洲这边主要是 管卫生的招聘 然后graduate program 这种比较entry level的级别 它有个坏处是什么呢 求职者特别多 然后申请的人特别多 然后因为如果说去走JP 去走JP这个项目的话 他如果不看工作经验 他看工作经验少的话 那真的是肉搏战啊 就是像脱光了上阵啊 你这个必须是 比方说学校JPA scholarship 然后学校社区的活动 在简历的时候 你需要去体现这些 如果你没有任何的经验 所以说很多在 学校的人啊 在校生 其实你们可以想一想 如果一个NZ 像我之前申请NZ啊 这些银行的JP 有上千人去投这个岗位 上千人投这个岗位的话 你怎么去能够在上千人 突免而出呢 大家都是一样的 都上一样的课 都毕业了 然后都没有什么特点 也没有也不是学生会主席 也什么也没干 然后呢也没工作经验 也没项目经验 呃JP也不高 那你说如果公司 面对一千多个人 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人 我是我是学生会主席 呃 申请了 其他人都没申请账 这种可能性比较低 但是在我上学的时候 听说过 有这么一回事 呃 出现了bug 只有几个人申请 所以JP的话 它其实竞争压力非常大 呃 人特别多 尤其是entrate级别的人 特别多 所以你们如果要走的话 如果你走 像国内的校招 呃 国内的像腾讯啊 自己跳动的校招的话 也是好多人去写 而且 他们会有一个群面 还有无领导会议 这个其实挺难的 那射招的话就是 呃 求职者稍微相对 校招来讲是少很多 然后工资上涨的空间会很高 然后是 JP这个项目 有个很坏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你的工资是不变的 是极大可能两年 你的工资是不变的 可能一开始你进去的是七万 六万七万八万 这这个区间 然后你两年时间 一直六万七万八万 但是你如果说你看像我们之前的学员校招 不是设招进去的 第一份工作七万 然后没够多久 到了十二万十三万 然后有一个我跟那个一个学生聊的是 最好玩的就是 比方说我们一个学生是去了ZERO吧 走的是Grad 然后他进去了是七万 是同期的同期的学员 他进去是通过Grad去去的 七万八万左右的一个薪水 然后呢后面同期的学生通过两次跳槽 跳到了同样的ZERO 然后呢是他的上司了 就是本来是同期的学生通过设招的方式 在一年之内跳到同样的一个公司 然后成了一个Grad的一个上司 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玩的地方 所以这个人的这个路啊 不好说 不好说怎么走会比较正确 但是呢 只要能通 反正我是觉得是能通过GP找到工作的 都是人才 反正我是没有找到 我觉得太难了 我就放弃了 这是设招 然后找工作的概率 这个应该工作的人可能知道 这是澳洲一个极其大的特点 就是女生相当好找工作 而且非常非常好找工作 然后我故意列的这么多 是因为只要求职就有竞争对手 求职的话 你们要想清楚 就是自己大约处在什么位置 就是女生 她只要有点工作经验 有一些能力 她拿到一份offer的机会非常非常高 如果男生 你要如果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去打的话 去竞争的话 你除了有同样的一个经验 或者比他要多很多经验之外 还需要一个非常强的一个 自己的能力 工程化能力 我还特别写的是工程技术能力 还不是个技术能力 技术能力是什么呢 比方说你Driva挺棒的 你Driva Solid 工程的话是更多的是一些架构啊 部署啊 Micro Service Service 这些不同的一些方案吧 这些是一些工程化能力 这是不一样的 然后如果说再往下一层的话 就女生 不管从这里怎么看 就是只要是女生 而且从我们学生来看 女生的求职的概率 进入大公司概率 远远高于男生 而且我们几百个学生吧 上千个学生 女生的平均工资啊 也远远超过男生 在澳洲 而且超不是一点半点 超了一两万左右 所以女生的整个工资的能工资 这女生在澳洲就业特别特别好 一个是不用担心年龄 第二是不用担心产假 第三个工作压力很小 第四个是非常好找工作 这是现在这一个澳洲的一个阶段 这是女生 还有一个事情是英语要求 因为很多人 我之前碰到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是什么呢 我英语不好 我不想学编程 那我能找到一份不错薪水的工作吗 那我感觉就像是活少离家近 钱又多 然后什么也不需要要求 那这个公司是在找爹吗 所以找工作的话 是要对自己认清一下 就是非技术的岗和技术岗 它两个是一个很难balance的 就是如果说你是走非技术岗 对英语要求绝对是很高的 越非技术越要求越高 如果你是技术岗 越技术岗要求越低 而且是所以说就是他这过程 就是在不同的部门之间去沟通 这个能力要求还挺强的 所以这是对英语的要求 如果你英语不好 英语不好 但又想找份工作 又想拿到高薪 那我建议的话就是最好要走技术 如果你英语不错 那你可以考虑一下 就你想走哪一方面 我再看一下大家的一个提问 有人问为什么IT行业比商科挣得多呢 因为IT行业毕竟是怎么说呢 我不能说太直接啊 还是比较朝阳的 就是未来的科技发展 还是未来的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 还是主要在IT或者说这些高 IT也不算高科技 但这算是在一个朝阳的科技行业 这是一个区别 而且很多商科的东西 我们通过IT会自动化 所以很多的IT商科的岗位 不需要那么多人 像有的时候比方 Marketing会计 HR会减少之前的工作量 那像HR已经其实 降低了不少人了 像之前没有HR系统的话 你需要因为很多的人去做系统 那又很慢 所以这就是RG行业工资 越来越高的原因 有部分原因吧 银行邮局大量要developer 非常大量 比DA要多 港位要多得多 而且工资也很高 工资需要的技术和学校学的 是永远不会一致的 公司需要学的技术 是在时代不断变化 但学校学的是比较经典的 所以你可以看这里 我之前也会 经常会有人问我 我如果毕业生 我求职有怎么走 其实就是两条路 一条是从这条就是分界线 如果你觉得能力特别强 你完全可以不用去 向我们去搞这种项目经验 你就搞算法 你刷上一年算法 刷到号 天天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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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其中一个语言的 摸得特别透 然后你去一面Google Amazon 但这条路的话 比较艰辛 而且失败率特别高 因为干同样的事情很多 就是同样算法 这个事情会特别多的人 所以你还不一定真的能拿到 并不是说你 你做了一年的努力 别人就怎么样 但实际上这条路的话比较艰辛 所以说像如果不 如果说无法走这条路的话 就乖乖的去做这种公正化东西 比较好 所以还认清一下自己 一般你走算法的话 为什么考算法呢 比较直接一点 就是公司是筛出一个智商高的人 算法的要求还是挺看智商的 有的时候真的是刷 他不一定刷出来 还是得看你的智商 得到了这个级别 有的人可能真的是不需要刷那么多 他也能拿到off 但有的人可能真的勤勤恳恳 刷了一年多 他不一定拿到 前段会面算法吗 像Google的Map组 那天我上周吧 正好跟GoogleMap的那个一个老师聊 就是他我正好问了他GoogleMap怎么进 他说前四轮的算法都是要面的 然后前端的面是会再加一轮算法 不是前端如果是面GoogleMap的这个 这个这个岗位的话 还需要加一个GS的一个部分 大部分的公司是不会前端是不用面 面算法的 但是算法一般都不会很难啊 都是挺简单的 就是便利 然后排序 然后找规律 也就这样子 还没有到那个级别 有点像智力测试 VideoInterview被刷云是什么 那种日常问题 介绍自己为什么来我们公司工作 因为这个东西吧 你Video如果被刷的话 有很多原因可能是一个是 你的工作经验本来就不够 然后呢 你可能对公司不了解 或者说你被表现出 你表现出来 你可能对这公司不是很感兴趣 有很多种原因 但是我没办法说出来 你有什么问题 大公司会有年龄歧视吗 比如50岁左右 没有年龄歧视 澳洲是没有年龄歧视的 我之前的公司 我之前上班的时候 都有白头发的 就是不是不是一两根白头发 是纯白头发 就感觉像我我爷爷那种感觉 我当时我从来没 我们从来没敢问过年龄 但是也是就这么正常交进来了 还有一个是 我在走的时候 之前的公司还有一个QA 交进来QA QA也是那种 就是年纪特别大的 就是满脸都是皱纹 然后白头发 感觉可能也到60了 那种感觉 让他出来工作 国内大厂的数据分析 经验有帮助吗 其实 你们的这些实习经验都有帮助 但是主要是 你们的这些经验跟 就是你 这个实习经验呢 总比没有好 不要是 就是国内有没有用 但是只要是你的一个工作经验 其实有用 主要是你这个经验 跟对方公司的 match程度够不够 是这么一回事 这并不是说 你们那些经验没有用 你去阿富汗 如果做的东西 跟澳洲的很多东西 很相似的话 也是有用的 课外活动 对工作没有任何用处 就其实就这么说 如果你课外活动 像课外活动这种事情 什么时候对你有用呢 就是面那个grad 就刚才我说的grad program的时候 可能会有用 还有Hackson这些 是对grad program 或者你申请大厂的实习 可能会有用 但是你如果去找任何的 全职方面的工作 是基本没有用的 就是JP会必须有PR和Citizen 不一定会有PR和Citizen 有些JP它是 你得看 像之前四大的时候 是不要PR的 就JP 但是现在我不确定 他要不要PR 每个公司一直在变 留学生可以走国内校招 但是走国内校招的话 一定是在毕业之前 如果你毕业之后的话 就走的是社招 这个是我跟那个 字节和腾讯 他没确认过的 这个男女差异不是中国留学生啊 那个招聘的时候 你在澳洲的工作 跟中国 是不是中国人没有关系 这个是针对于所有的族群 所有的不管你是来自于哪里 的人 这个是不是说留学生 咱们中国留学生 女生男生的能力怎么样 我说的是公司招人 他就更希望是招一个女生 大部分的公司招女生 IT女生对 就是年龄的东西 我刚才 我上次没写年龄 这里IT就业不看年龄 不看学生背景 完全不看 这里的英语要求高和低分别 对应什么程度 可以举一些例子吗 我可以回答这个人的问题 首先是 比方英语要求高档 比方是BA 或者Prior Manager 或者UI UX 这是属于非技术类的岗位 QA 非技术类的岗位是什么呢 BA它会跟各种各样的部门 去了解需求 然后对接到UI这边 然后呢 BA这边的话 又要对接developer 所以它会在中间过程中 会跟更多的人一起交流 这样的人会来自于 各种各样的背景 比方印度 巴西 中国 Local 各种各样的英语 然后那这个英语的话 如果你如果强行去说的话 像这种级别的话 得雅思巴 口语得8左右 然后像BA的话 你还需要写 所以说口语 不是写作也接近得8 才差不多 如果不到8的话 7的话 除非你表现的感觉很8 才不错 如果是按照这个分数比的话 但是 这个8不一定代表 你真的可以 然后除了这个东西之外的话 还有一些是terminology 比方是保险行业的名字名词 什么那个anniversary 这个词就不是一个普通的纪念日的意思 是你的那个policy 你的那个保险单 renew的意思 还有比方说你去矿业公司 那些产车啊 那些矿啊 那些什么什么石头啊 你得知道那些term 要不然你 很难做需求分析 所以这个是 这个岗位很头疼的地方 就是你去这公司 不是一个日常英语 而且是很多是行业英语 这行业英语 你如果不是在这行业 很可能不知道 所以像BA的话 这英语要求会更高一些 然后你到了designer designer要求会稍微低一些 但是他的英语要求 也远高于developer 所以这是相当于是一个 非技术类的一个英语要求 然后技术类的话 比方说developer的英语要求 其实是比较低的 devops的英语要求 可能稍微高一点 可能也就是雅思0.5的一个差别 因为devops的话 它会跟各个部门的 不同的developer沟通 如果你英语太差 devops也不是很好找工作 所以说 就是像比方说 像developer的话 雅思可以6 7 7的话 developer这个英语就不错了 如果说你的devops的话 你可以到6.5 7.5这样子 也就会不错了 但是技术类的英语要求其实蛮低了 已经就是你能正常做事 要求就可以了 必须要有 如果说是JP的话 gradual program 它是有明确的要求的 就是一定是相关性的专业 因为你如果申请是IT 那就必须要有IT的专业 你没有IT专业 你根本就生不了 然后你如果申请 比方说其他的岗文的话是有的 大学不更新教材 为什么 因为比方说 像Data Engineer 他经常会有Head of Spark 这些东西 它是一个公司的产品 那大学按理说是不应该给这些某个公司做背书的 就相当是我用某个大学 比方墨尔本大学用很多技术的东西 就是很多产品的东西去做 然后去讲的话 这个就相当是对这个公司做背书 那以学校的名誉 给一个公司做背书的话 是事情还挺大的 所以大学的话 更多的时候会讲一些理论方面的东西 就更高心而上的东西 然后比较实际的东西 就交给我们这种 做就业培训的 在大学眼里比较low的这种机构去讲 男女差 对 我刚才没有解释为什么男女会有差别 男女差别是这样子 在澳洲这边会讲政治正确 这个澳洲的政治正确比较简单 它不涉及到种族 像美国的政治正确 它涉及到白人黄人黑人 白人黄种人黑人 然后比方说还涉及到是不是犹太人 他们会有不同的 每个种族会有不同的一个人数 比方说像 像那个加州的话 有十个岗位 要求是有 需要有三个黄种人 比方三个中 三个亚洲人吧 应该就是东亚洲人 三个 三个印度人 然后要三个黑人 三个白人 那如果说 印度人和黄种人很快招满了 然后呢 黑人 这三个HCA就没人投 那对于黑人来讲就很好找工作 那澳洲这边是主要是看男女 澳洲这边的主要讲究是diversity 就是说 多样化 多样化的话没有很高的比例 但是如果 因为是IT这里的话 大部分都是和尚 就是说大部分都是男性 然后公司为了能够比较好 在那个在 然后公司的CEO 他们每年都会做report 做报告 就像他们 他管理的报告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 女性领导人 女性员工 有没有在我任期的这一年的管理中提升 比方说 能不能管理者manager 达到男女平衡 50 50 然后呢 女女生的女性的这种developer 或者说这种技术人员 能不能提升这个比例 所以这是一个diversity 而且在中大型公司普遍存在 然后有些小公司还考虑这个 这个我就觉得有点多了 然后还有一个很极端的例子 我之前说过 这个是男生女生 还有第三种人 就是trans trans 就是变性的 变性的话是属于第三种人 然后变性的话 能够保住工作 这个我不会细聊啊 就是你们知道就好了 有可能你们会 在工作中会碰到这种变性的人群 你们在闲聊吗 那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就继续了 不是澳洲大学毕业 美国研究生 就是刚才我说的 刚才我没有说啊 就是不看 不看那个专业背景的 不看学术背景的 你去美国毕业的 你拿着毕业都可以 如果你是美国长城能毕业的 那确实会好一些 如果说不是那么著名的 学校毕业的话 都差不太多 然后还有个是什么样的人 可以转IT 会有些人会问 然后是比方程序员 我定义的是这一个 就是只要你会看说明书 自己组装一家家具 和有乐高 这种自己会搭起来 然后比较喜欢创造新事物 这个方向 程序员就比较适合你做 就做一些工程化的东西 比方说自己可以 稍微挤断一点的话 比方自己可以换轮胎 这个就比较难了 然后一般是自己组装了一家 乐高这种东西 就可以就可以具备一个 基本的一个成员素质 然后产品经理这一块的话 就比较难 就是首先有产品思维 然后特别是主动沟通能力 就是你需要主动做这个事情 然后比较喜欢Digital的产品 这个是产品经理需要具备的一些素质 然后DevOps是什么呢 很多人会问我 愿不愿意走DevOps 就是适不适合走DevOps 我今天正好问了几个 几个找到工作的人 有一位是Amazon的 然后呢 就是说第一条就是 不需要写很多代码 你也不想写很多代码的人 是可以做的 就是DevOps的话 代码量的话是比成员是少很多 而且不需要那么多逻辑 然后呢 我还提了两条是 比较喜欢规划能力 就是有比较好的规划能力 因为DevOps的工作比较杂 比较多 然后稍错一个事情 就比较心细的人 错一个事情可能会导致 整个产品线崩溃 所以说像DevOps的话 最好是比较好的规划能力 然后还有是比较好的沟通能力 然后呢 最好是就是 还是稍微喜欢一点电子产品 不要非常排斥的那种 碰到电子产品就不想碰 就不是很适合走DevOps 我本来写的是喜欢导致电子产品的 然后我想想好像很多人不是很喜欢 但是不要是就是不要排斥的 然后数据类的话 其实就一条吧 就是你非常喜欢做数据 就喜欢数据库 数据这一块 然后是适合走数据这一块的 像我就很不喜欢这一块 所以我根本就不是不愿意去走这一块的方向 刚才有人问是国内十年大厂的US经验单英语很扎 尤其是行业英语 英语扎就不会面试理想 但是不在工作中学习 终究不会英语 这个就很难办 因为这个英语的话 尤其UX在澳洲的话就很明显 它更加是一个要求个动能力特别强的 然后呢我也没什么 如果你想继续走UX在澳洲的话 还是需要好好练好英语 没有办法 为什么不在工作中学习 始终不会英语 社会有一个这种比较头疼的地方 就一个有点恶性循环 为什么DevOps要鼓到电子产品 因为DevOps是这样子 DevOps它有的时候会碰一些云端的一些东西 还有一些数据库 然后呢一些server 并不是所有的DevOps它都要做云端 有的时候是会要碰一些机箱 这些东西 主要是DevOps它跟程序员不大一样 那是DevOps更加IT 它比程序员还IT这个岗位 就是它更加的是去写很多script 去做很多的部署 这是DevOps的东西 所以说如果走DevOps的话 最好是想清楚一下 DevOps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然后再决定要不要走DevOps 但是我觉得因为 但是啊 如果说女生在这四个行 四个大的一个方向里面去求职 如果女生学DevOps 是超级好就业的 DevOps这里面就更没女生了 程序员里面可能还有30%的女生 但DevOps这行业 基本上就没什么女生 所以说这里的话 如果是女生去转DevOps的话 它的机会是超级高的 也是反正在我们学员上 都应验了这一块 DevOps需要考证吗 有证书最好 但是呢也同样的 像我说的DevOps 你如果说是求第一份工作 有没有证都一样 但是呢 如果你想升职 你想升到更高职位 是需要征书 但是你如果找第一份工作 不需要征书也可以找到 Docker部署是最基本的 如果说DevOps的话 非常基本 非常基本的 华人IT公司如果走UX的话 我目前还没有看到哪个华人公司需要UX UX太贵了 因为华人还是过不起 像我们的话只有BA 我们都没有UX BA兼职做了UX 然后企业到底 然后如果从招聘角度来讲的话 你们要理解就是企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员工 就首先你得知道 就满足当下的一个需求 这个需求很多种啊 一种是生产力的需求 我要更多的人做生产力 还有一个是价值观的需求 比方说女生 这就属于一种公司的需求 需要更多女生 而且是像Morvin之前有公司是明确告诉我 你们如果有女程序员推给我 如果男的不要 如果有女生有项目经验会React 我们这边肯定愿意去面试 如果是男的我们就补面了 除非特别特别优秀 这是一个女生跟我说吧 然后最短时间内创造公司价值 这个你们应该理解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世界 加上这些公司 大家都是说白了 就是为了赚钱作为目的 如果你能帮着公司赚更多的钱 那公司肯定愿意要你 如果你在公司里就浑水 那公司肯定不愿意 而且比方说你在前两周 你都没给公司创造价值 那公司相当于白羊两周 那很不好 所以你真的是这一个窗口 能不能创造价值的窗口越短 你离这个job offer越近 然后未来成长 能给公司带来巨大价值的一个人 就是像JP graduate program 这就是你们理解就是为什么 graduate program的一定要要非常优秀的 这样子的话公司做这种投资 就个人对JP做投资 他的那个失败几率会比较低 这就是给公司对一个未来做的一个投资 这是第三种 第四个是特别强调的就是一定是团队协作能力 因为如果说你们如果是在毕业生的话 在校生的话可能很忽略这个协作 这个teamwork是公司超级注重的 teamwork能不能成功 代表你进入公司能不能跟其他的队员一起match上 能不能工作 这个是团队里面非常重要的 也是很多第一次求职者非常忽略的地方 团队协作方面 这个东西的话是要表现在面试里的 不是他问你你才说 是你在自己讲自己的故事的时候 就要表现出有团队的能力 不能是等他们问你的时候你再说 因为有的时候他不问你 代表你这一块的能力表现就缺失了 然后在当前疫情下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 你们需要知道 就是在现在公司都在考虑这三个 现在极端缺人 然后呢要找到技能和经验都match的人 过去就很难 19年就很难 就不用说2021年了 那现在很多是采用的一个措施 就是涨心 通过高薪找得更好的人 这是一方面 因为大家都开始涨心 然后公司很多人也耐不住了 就涨心 这是一个 然后是希望 是否需要给一个没经验和工作人的机会 最近也有很多的例子是这样子 就是有些大公司 你没有经验 你没有任何技能 可能也给机会 这个东西完全看运气啊 就是像刚才说的 你像这个 我一直把那个公司招人跟相亲 对比 基本上一模一样 如果你相亲 一个女生 比方说女生 年纪稍微大一点 去相亲男生 有点急 因为也想嫁出去嘛 然后呢 然后相亲了十几个 二十几个 还是不满意 那很大的可能 后面再来的人 可能机会就比较高一些 因为实在是耽误不起了 像这个公司招人也是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是奔着一个 什么都match的人上去的 但是你这招人越来越多 然后基本上自我就放弃了 那看有没有 眼睛比较好 眼缘比较好的 然后背景比较不错的 那要不要给个机会 如果不行的话 就把开掉 这个公司成本上 不会损失太特别大 但如果说持续 迟迟的招不到人 这公司损失可能会更大 所以这个东西吧 完全看运气 因为有的时候 拿到这工作 你不知道前面经历几轮 如果一开始就灭你 可能想看看更好的 然后你到他们崩溃的时候 你再去灭的时候 可能几率会更高 这种情况下会持续多久 不好 然后这种情况下 这个合同 你需要好好看一下 因为现在会大量 会出现一些contract的 因为大家都觉得 这个现在的工作机会 不好说 然后呢 可能会用contract的形式 去规避风险 所以如果签的话 你们可以签更长 更长一点会比较好 然后呢 也就是公司如果开人 permanent row开人 你一年之内开除人的话 其实redundent的话 对公司影响不大的 最多赔一个星期 或两个星期的工资 赔的不是很多 所以说这个时间 是比较困难的 然后现在这个时候 如果说这公司 涨得非常高 我建议你们 如果去接受offer的话 一定看着公司的 based model 这公司能不能赚钱 不要是因为招了这么一堆人 导致公司赚钱能力很差 然后把你给开了 到时候挺难的 然后像刚才说的是 不看年龄 不看学生背景 这是澳洲IT就业一个特点 也是比较放开 对澳洲就业的 然后这里是 如果说你去找一份 developer的工作 大体是会有这种需求 你们在看job description的时候 其实每一条啊 都是 只要是公司 是正常公司 他们的这个JD 不是特别的去copy别人的 他们自己写的 或者说长时间用的 就每一条代表的一些 不同的一些需求 比方说从这一些JD里面 你大体能看到 他们公司主要用的是 比方Drava的后端 前端用的是 现在用啥 简单用的就是 普通Drava screen吗 用一个Angular框架 那就明显就是 它的后端是Drava 后端前端是抓Angular 它没有出现 但是你可以投 但是如果说是Angular的话 是更好 这是一个先从框架角度 然后看responsibility的话 可以大体看到 你的工作的性质是什么 这里就明确出现了 CICD的话 就代表你肯定是需要 这部分的CICD经验的 然后也出现了Agile的话 那肯定是你这个部分的一些 Software Development Life Cycle的 然后是Debug 就是Trouble System Trouble Shooting 那代表的是 你得在UAT Staging和Production 得有一些 知道怎么去Debug 然后其他的这些技术需求啊 只要特别出现的一个东西 它绝对是非常重视的 如果你有 是肯定非常好 如果你没有 得看竞争对手有没有 如果竞争对手也没有 那可能我们都拉到同一个起跑线 如果竞争对手有 你没有 那就很难 所以你一定要还是求职 不要只看自己 还是要看一下 你的竞争对手是谁 还有一个是像Open Source For Automation 为什么写Monitor 这个不好说是什么 然后还有一个是数据库要求 Devils的经验等等 这都是作为一个 普通的一个Developer JavaDeveloper 或者说FrontlineDeveloper ForsightDeveloper BackendDeveloper 现在是最基本的一些需求 就是说像如果你走Drava Drava只有这一条 就是你要会懂用Drava 其他部分是真正公司看的 因为Drava来投的人 很多人都会用Drava 但是其他部分如果不会的话 是极大可能你拿不到工作的 所以如果你现在面对 这一个如此火爆的就业市场 这几条 我就列的一些大起 一些条 最好一定要满足 不满足的话 机会少一些 当然也有机会 不一定是没机会 但是概率可能少一些 比方投十个 中一个 是这样子 这个我就不讲了 刚才这个是这样 就是不同的阶段 就是如果说你是作为一个学生的话 你没有经历 经历过这几个开发阶段的话 你就无法理解这个Teenwork是什么 然后Azure流程是什么 还有是比方说Production 第八个是什么 这个就可能不理解了 这个是在全程版讲的 这个不用讲 然后还有人会 等会会 大家一起去 可以提问 然后会有人问工作内推 工作内推是这样子 虽然我们自己做了 也做了一些公司的一些内推群 但是呢 你们一定要知道 工作内推 它仅仅是在这个环节 就简历和内推 同时发生的话 就只到了这个环节 就是还没有 就电话之前 你可能会有 比较高的概率 去拿到Interview 这是内推的好处 那后面的整个过程 就是看自己了 其他跟其他Counting 没有任何区别 但在澳洲 现在极其缺人的情况下 这个内推 差不多 只要你简历和格 需不需要内推都一样 那内推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帮助内推人赚钱 这是为什么人愿意 会帮助你内推原因 这是个内推 所以我是希望 不要迷恋这个内推 因为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看吧 我们推了30多个 Inter过去 推了30多个Inter过去 没几个去拿到 没有几个拿到面试 因为大家都是内推 所有人都内推 就跟没内推一样 所以最后还是看 自己的一个个人实力 能不能到这个阶段 然后最后给一点 那个求知Lips 就是Tips 就是先想一下 自己的亮点 因为每个人 其实都有自己亮点 比方你是一个US Designer 你如果又会有Developer经验的话 你可以走USDeveloper这个岗位 相当于是你一个Domainology的一个加成 然后呢 一定要给自己更多的求知法码 不管你是走Intern 走校招 走社招 一定要想进入公司 为什么要你 要你肯定要有理由 而且要比你的竞争对手 要高出那一截了 如果你和竞争对手一样 大家都是在摸大毕业的 都学了同样的课 同样的项目 Capston项目毕业 同样的实习 同样的毕业 然后这俩 其实你跟你好哥们 就属于一个竞争关系 就跟追同一个女朋友一样 但人家那个女生的话 可能有更多选择 都不一定是吊在你这上面 所以说这个是要给自己 更多的求知法码 你才好拿到一份offer 然后在你们可以的话 是可以在摸尼面试中找到问题 因为平时澳洲大家的面试 其实比较Nice的 就是面试过程中 面试官不会给你黑脸的 也不会告诉你这些问题 大家都会点头 觉得你答的不错 但实际上 可能像我前面那个学生 比较极端的 一半的都是错的 因为他recap了 就是复盘面试了 然后呢 他把题目和自己答案写下来 我一看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错的 但是呢也是给offer 然后面试中 还有刚才我说的 一定注重 最后的一个 叫什么 主妇就是注重一下团队 能合作能力的表达 尤其是agile部分 这个是 帮助你脱离一个学生 这个没有任何经验群体的一个印象 这个刚才他讲了 所以大体是这样子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可以 继续问 IT除了悉尼摩尔本 还有其他地方 有很大的工作机会和发展空间 刚才我说的就是 悉尼和摩尔本是最多的 然后是 其次是布里斯班 所以你得看你到喜欢哪个城市去 然后这个 其实比例差不多啊 就悉尼 工作机会多 求职者也多 马尔本工作机会多 求职者也多 布里斯班 求职稍微多一点 然后工作机会也多 然后其他地区的话 求职少 不过阿德塔斯特别 因为求职者确实多 但公司工作机会确实少 Divors有这个SAA的证书 有没有机会 是有很好的优势的 但是呢 同样的 我跟学生也这么说的 AWS这个SAA证书 你现在就可以写在自己简历上 没有一家公司会查 你甚至写上SAA 都可以 但是呢 没有一家公司会查 公司还是一样 会看你的这个 你的经验和项目能力 随便一问一个东西 你就泄菜了 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关系的 所以SAA证书 nest to have 然后方便你去升职加薪 项目原型 是BA做吗 项目原型是UX做 就刚才说的那个什么 刚才说的这个岗位吗 UX其实是做项目原型的 就是做一些 Prototype Wireframe 是很多UX做的 但是呢 公司没有那么多钱 招那么多UX 很多都是BA做了 所以说像我们自己公司的话 就是BA也兼任UX 也把原型给做出来 公司对员工的需求 会不会饱和 比如某一年 比较直接就是去年 2020年 整个Google都没有招呼人 就是HC已经frozen了 就没有招人 就是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呢 你作为比方说 你大家作为打工人的话 可以抓住这一波红利 JP Morgan吗 JP Morgan咱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了吧 JP Morgan还是太难了 JP Morgan的话 可以考虑回国 然后我们有一个学生 是去了摩根斯坦利 国内的摩根斯坦利 但是呢 我也没问过 你这怎么进的 我觉得这个公司 还是太难了 小公司容易跳槽的大公司吗 在澳洲的话 没有这种非常高的歧视 就是小公司跳 J公司能不能跳 大家不看的 就是你只要你有相关性的能力 卖是上了 公司还是愿意要的 前端开发是不会有证书的 这个证书你就不用考虑 作为开发者 如果你喜欢证书 有一点不能不累 如果你想要证书的话 刚才前面那个谁提的 Advice证书会不错 Advice证书是大家起码 是大家还是比较公认的 可以考虑Advice证书 没有学过IT可以上 Divocs课吗 没有学过IT可以上 Divocs课 但是那个Python 一定要是 我没有视频都要学的 高盛呢 Trading的IT岗位是写C++吗 是 高盛的 就是一般Trading公司的岗位 都是写C++ 然后也有写Heskill 有不少公司会写Heskill 就是我知道莫大学了 Heskill 但是其他学校好像没有学Heskill 但是大部分的公司 都是C++ C++ C++ 加算法 前端工程师不同级别 都面试哪些内容 前端和前 就是工程师的话 朱念和Signet差不多 朱念和Mid差不多 就工程师面试的话 朱念和Mid差不多 那Mid的话 可能会面很多那些 Test Unit Test 然后E2E Test AWS Micro Service 然后Serverless 像有可能比 如果那公司用Next.js的话 可能问Next.js TS的话就问这些 这两个岗位差不多 但Signet的话会多一个 一般是Leadership 还有是 一般会有一些Pair Programming 不同公司不一样 像我之前面一个Signet的话 就是 四个小时的Pair Programming 旁边有两个Signet 看着我写代码 就挺难的 斯大难进吗 斯大我写的是斯大就正常 我没有放 我把SN折放的当作斯大 就德勤啊 PRC啊 安勇啊这些 就放在正常一个级别 对于IT来讲不是很难进 因为很多IT的人不想进斯大 工资低 然后还加班 所以就没啥意思 澳洲Salesforce岗位多吗 澳洲的Salesforce的岗位 不是很多 但是呢 像 Cabbage in Mind Cabbage in Mind 就是叫什么 凯杰 一个法国那个资金公司 他们有个Salesforce部门 正好我们老师在那边 你那样做吗 对啊 那个卖房子的 然后Salesforce部门 有几个公司 资源公司有很多Salesforce部门 然后个别公司 可能也有自己的onset的 Salesforce 但是跟developer比的话 还是差很远 女生没有IT背景 会Person 建议BA还是Devost 呃 像我刚才说的是这个 BA主要是如果想走BA 我一般都会问你英语怎么样 有没有PR 有英语不错 然后呢 像我刚才说的亚斯巴 有PR 那走BA是可以的 但是工资的话 也挺明显的 就是像Devost 是远远超过BA的岗位的 然后BA大部分的是八九万 呃超十万 其实 呃我写的是稍微极端一点 是有十四万啊 二十万 呃我们老师 其中一个老师是 上次跟我说的是package是二十万 呃但是 呃其他的话 我知道了 像我之前的同事 他们的BA的工资 基本上九万左右 就不会再高了 就不会特别高 然后走Devost会 呃钱很多 然后如果是女生的话 挺好找工作的 但是女生如果走开发技术类的话 还是要看一下 自己喜不喜欢做这事 因为毕竟 呃这是一个功课类的一个岗位 它不是一个 那个非技术类的那种 交流不需要那么多 好大家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你们也可以开语音说 还有半个小时 老师您再说一下那个 certificate的那个名字怎么拼写 我没有听到 因为刚才 哄孩子睡觉 我发的你说啥 啥 certificate 就是AWS啊 对对 我没太听懂 这个这个认证是什么意思 就是AWS certificate 但是我AWS 听懂了 对对对 然后一般我建议是这个 这些certificate的不会影响你求职 但是只有是network engineer 他明确要求有syscall的证书 这个是必须要考证书的 其他岗位基本上没有一个明确对 certificate的一个要求 女生做全联开发会很难吗 女生看你啊 看你喜不喜欢开发 你喜欢开发的话 我们我们蛮多女生做开发的 然后也蛮多女生在职开发的 挺多的 BA跟US要求差不多 英语要求 没有什么区别 BA跟US的英语要求 我说UI要求低一些 UX的话跟BA要求基本一样 UI的话要求低一些 稍微低一点而已 然后DevOps是这样子 DevOps只有中大型公司才有 不是小公司就有DevOps 因为DevOps首先 你们的公司得有十几个developer 再加一个DevOps 这是一个最基本要求 如果公司连DevOps没有的话 就根本就不需要有DevOps 然后DA和BA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我写的是这个 就是DA 它其实属于一个技术类的 半技术类的 BA属于完全非技术类的 它BA属于一个经验工作 就像我们 比方说我一直 也不能教训 就是建议 我们的BA的过来的实习 就是 BA它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 就是你看到他们的这些概念 感觉挺简单的 但是呢 你真正上手 你不一定能做得好 而且BA是一个经验工作 什么呢 一定要是在长时间的 项目经验里面 把项目经验跟BA里面的 理论知识相结合 一一对应起来 你这个岗位 你这个BA的信念 才能建立起来 就跟演员一样 这个你的演 你才能把什么斯坦罗夫斯基的理论 给建立起来 这是BA一个很大的特点 因为说都会说 你真演不会 真操作不一定会操作 这是BA 但DA的话是 它是有很多的 比方用DA的话就比较技术 就是做数据方面的分析 给你对数据 你把需要用的东西 或者说公司需求的东西 给分析出来 给一个结果 report给 saleholder 这是DA的一个工作 所以BA跟DA的差距非常远 你可以理解就是在澳洲的话 我们叫BA 国内叫产品经理 那他的工作 这产品经理不好说 因为在产品经理这个岗位 在很多公司的地位不一样 有的是产品经理属于BA的管理者 就是product部门的manager 也有的是product 像国内的话产品经理是 就是一个管产品的一个人而已 所以DA的话 它走的路线是这样子 数据分析师到数据科学家 他走的是关于数据方面的分析 BA的话就走产品 这两个的方向挺远的 哪个岗位需求量大 DA的需求量 其实目前好像是大于BA 但是差距不是很远 就是没有一个很大的差距 但DA的数据 DA的工作的话 稍微技术一点 然后求职方面稍微容易一些 BA的话 一般我们都会说 你是否真的喜欢做产品 做第一套产品 你如果真的喜欢做 那你就可以一无反顾的走产品 产品经理这个路线 如果你无所谓 那你好好考虑一下 你要不要走产品经理 澳洲这边对应届生有什么时间限制吗 JP是graduate program是两年之内 就是你毕业之后两年之内都可以申请 所以这是JP 所以你如果说毕业生啊 这就是刚才像我说的就是 如果你是JP去投简历 你除了面对你同期的毕业生之外 你可能还面对两年之后的一个 在你两年之前毕业的毕业生 所以他两年之前早毕业了 跟你申请同一期 他的生活 他的阅历可能更多 跟你在同样JPA的话 可能就有点难 所以一般你得多方面考虑一下比较不错 对BA现在特别多 然后商科 然后每个大学BA和DA都混着讲了 BA一般就是一个我们叫Business Business的一个业务分析 DA更多是数据分析 Developer的直接规划有什么选择 Developer直接规划的话 他选择比较多啊 Developer是可以从中年密集到三年 除了这个之外可以走SRE 也可以走Cloud Engineer 也可以转行到Data Engineer 也可以走BA 我有认识的人去从Developer转到BA 没有这样子的 如果27岁毕业在回国找工作的话 如果说是女生的话 其实就比较难了 真的 而且是我特别问了大疆和字节跳动的一场 也我不能赖字节跳动啊 就是明确说就是超过25岁的女生 不是很愿意要 因为可能会面临到生孩子 然后一系列的事情 所以说这个 如果你面的是高级职位啊 比方说你面的不是一个校招 你面的是一个社招 就比方说什么什么级别的 那这27岁无所谓 那如果你面的一个校招就比较头疼 有些有些的需求 这限制都只是 关于这个职位相关的一个年龄 比方说是一个基础程序员 那可能他的年龄是最适合是20到27之间 如果你是一个senior 那可能是25到30之间 如果你是要面什么什么manager 或者说什么什么部门 那可能年龄可以放宽一点 移动端需求不是很大 就是flutter rn这一些 就是就纯粹移动端 像rnflutter这一些的话 是很多前端都会做 所以说得看情况 看给多少钱去不去 h5这种就是国内提出来的 我们就是叫html file 然后澳洲也没有什么h5这种东西 就是web application 设计工程师有什么具体操作 写储存工程设计输入库 数据工程师是这样子 我们这边正好有个数据工程师的实习 然后就是从DE搬过来 然后我们上次做什么呢 是那个推荐系统 推荐系统就需要涉及到 我们的数据都是放在mogodb嘛 然后呢这数据 这个DE呢就需要自己写lambda 从数据库里面去调取相关的数据 然后存到自己的一个数据库里面 存到AWSS3也好 存到那个 存到那个其他的数据库也好 都可以 然而数据库是自己定义的 因为我们要写 推荐系统 那这边还会涉及到一些数据的一个设计 比方说我们这个用户 怎么对应item 那可能我们现在用的是customer segment 去对应的 然后这个里面的学习怎么操作 这个标签怎么打 所以说数据工程师很多的操作 它跟云端有关系 和跟自动化部署有关系 所以像Data Engineer在找工作的时候 经常会问那些什么呢 是CICT有没有经验 AWS方面 关于这些东西什么什么有没有经验 会有很多会开中这个 所以这就是数据工程师一个很大特点 数据工程师跟DAWS稍微有点一样 所以像我们自己的实习的话 就Data Engineer会跟DAWS一起配合 帮助建设CICT Pipeline 用Docker 然后用这些所有东西 把这个数据的东西都做起来 澳洲银行要不要developer 刚才我不是说了澳洲银行要大量developer 2019年2020年 招developer最多的就是NAV Morban是NAV 布里斯班是Suncall 多数银行 澳洲这边的银行都是自己 onsign developer 国内的话很多银行都是外包 所以像国内银行很多不需要developer 就mass of DS 我建议DS就不用考虑找DS方面的工作了 首先DS很多都是PhD在找 他们在PhD里面已经研究四年了 你只是一个mass毕业 而且刚刚学 很多东西都不知道 或者说 我其实上学的是 我是CS专业之DS 可能你如果是转行走DS的话 东西可能还不如我知道多 那就很难找 所以说我建议的是 你可以走DA 找DA方面的工作 不是找DS DS太难找了 我认识的DS的人 基本上工作很多年 或者说有PhD 很少 而且是相关行业的PhD 为什么澳洲女生工作不需要考虑产假问题 因为福利完整吗 因为Fairwork有规定 产假怎么有强制的规定 就是怎么怎么休假吧 然后呢 确实从来没考虑过 可能 可能大家不关心 好像我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产假 就是国内可能就很关注产假 在澳洲的话 可能觉得大家生不生 可能不生孩子吧 所以觉得不需要关注产假 我蛮少听过有产假这种 以外头需求过很多 然后银行的BA确实很多要PR的 转型人是这样子 是我之前的一个 也不算我同事 别的组的 然后呢 那个组的人呢 有一个男的 就是挺差的 就是技术很差的 然后呢 其实公司要把它开掉了 就基本上准备要开掉了 结果呢 他找了HR说 我想要做变性手术 然后呢 就傻眼了 就完全开不来 整个公司就不能开除他了 开除他就算真实错误 然后呢 但是呢 我离职 从他说要做变性 一直到我 今年已经过去三四年 都没有做 但是天天穿着小红花布鞋 然后呢 像HR还单独跟那个组开会 说如何看待 如何对待变性人 职场中的变性人要学习 他们还开了好几次的workshop 去学习这种事情 是不是变性人 是自己跟HR说的 跟那个manager说的 但具体我不知道 我是第一次碰到 澳洲的职场文化 大概什么样 比如有没有一些注意的tips 澳洲的职场文化 澳洲的职场文化是这样的 起码 你必须要有个job ready的能力 如果你有job ready的能力 能够正常的deliver 你的feature 能正常deliver你的任务 你能把你的任务 按时作业完成 身肉高 比较高效完成 你的时间就比较自由 然后你可以working from home 很多公司是可以working from home 然后也可以请假 然后呢 个别情况下 我去了这几家公司 都发生了办公室证据 偶尔 但是站队这个问题 可能不需要你 不需要咱们底层站 但是呢 可能会波及自己 所以澳洲 我一般建议的是 一定要给自己留退路 如果办公室政治 被波及到 导致自己redundant 一定要有退路去走 然后澳洲的 职场其实就比较简单 一般是一个sprint结束 周五下午 如果你的那个 你的sprint 你们组的sprint做得不错 然后周五下午 一般就喝酒 就不做事了 就很轻松 然后天天可以摸鱼 可以滑水 但是你只要在两周之内 完成你的任务就可以了 工作压力很轻松 像我的话 之前是大约九点多 上班下午三四点钟走人 天天如此 然后我算是比较保守的 然后白人的话 有的时候是下午三点 两点就走了 反正特别嚣张 我也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这么敢嚣张 面试最后一轮的 那个价值观 是这样子 是公司的价值观 不是世界观 就公司自己有一个value 然后你需要有故事 去pip it value 这个是个别公司有的 到时候面试 HR面试都会告诉你 以前的时候 中国人在澳洲 是有天花板的 这天花板 像我之前 像去年讲的 这个公司 当时就属于天花板 就超过18万 这个级别的 就是贝子的这种 不是那个contract的这种 很少很少 但是呢 我 你看到这些 senia的最顶级 都是我认识的人 拿到的 所以我才写了这么个价格 而且是贝子的 DevOps要学的内容特别多 DevOps要把整个环 DevOps环全部学会 它不是几门课的问题 而且DevOps 其实就这个东西 DevOps和Data Engineer 它在大学里面 是属于没有这个专业的 只有 目前我只知道 NAU还有个别的大学 是有Data Engineer这个专业 其他大学只有DS专业 没有Data Engineer专业 然后DA的话和BA 它是属于IS专业的 所以这个是很特殊的 就是DevOps和Data Engineer 在大学里面 特别特别少 然后从大学这边 供给的人数特别少 所以说基本上是供不应求 这是DevOps和Data Engineer 然后DevOps 基本上大学是肯定不会学的 以后也不会学 因为DevOps 它属于一种 production的一个东西 大学是不会给你 这么一个机会的 那再来目前的华人产业圈 不管大家体验 其他产业是否已经成熟 产生粮氧性循环 这个东西并没有 而且华人的产业圈 并没有形成一个共融 是自己玩自己的 招聘和发展 就是在澳洲的话 我们算是做招聘比较多了 然后做猎头 在澳洲 华人几乎没有 非常非常少 然后我们是从教育到猎头 是想全部做完的 但猎头的话 我们只谈了 没有那么多家 还不能形成一个供应链 所以是联阳行为 目前还达不成 但是我希望未来 我们是能够 把从教育培训 一直到猎头 到送你公司 都能够完完整整搭建起来的 IT公司怎么考核 然后IT公司是通过Agile考核 具体这么考核的话 可能以后 你如果有机会学Agile的话 就大家知道了 读书期间 BB问的是 读书期间如何去找项目 之前Tier 1 投工作 Tier 1你是说 还不再次Tier 1吗 读书期间如何找项目 读书期间一个是 各个大学 他们都自己是有一些 针对于student 有工作机会的 这个工作机会是 稍动即逝 所以你们最好是 能够好好留意 因为申请人会很多 然后申请完就关闭了 然后是可以跟一些小伙伴 一起做创业 我是一般建议 就是可以走创业 然后做个小项目 然后这些东西 这些所有东西都训练 自我训练一遍 第三种是什么呢 第三种是去GitHub 去做一些开源项目 第四个就跑到 我们这边来做项目 这四种 没有其他的 然后是第二个问题 是之前有Tier 1投行工作 Tier 1的投行工作经营 但是是Front 申请高盛会有优势吗 他是说主要算法 coding能力 你申请高盛的话 得看岗位 因为高盛也很多岗位 也并不一定说 必须要走那个trading trader 不走trader 也有别的岗位可以去 国内 澳洲办公室政治严重吗 澳洲办公室政治 非常的傻 就非常的容易看出来 像国内的办公室政治的话 还是会那种比较隐晦的 玩得比较高深 但是澳洲正是 澳洲的办公室政治都很直接 就是一看就是 这两个人有矛盾 一看就要站队了 就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脑子 过玩就是知道啊 澳洲这个出现问题了 但是不是很严重 但是我经历过一次是 我们我自己也被redundant了 就是之前一个工作 当时我们是100多个developer 然后呢我们占CEO 就是占创始人 Founder 是占了70多个developer 也不是我 我占的 因为我们部门就是 就是那个 Founder一手打造的 所以我当时在那个部门里 然后呢 等到这个母公司 把这个公司彻底完全收购了 然后就把我们70多个developer 全部给redundant了 就全部开除了 然后也赔了一大把笔钱 所以在澳洲被redundant 其实你们不要大惊小怪 也挺正常的 反正你可以拿一笔钱 也可以 只不过是要再重新找工作了 但是在澳洲的话 你只要有技术能力 你有经验 不愁找一份工作 甚至说你没有PR Local比较适合躺平 然后也比较适合带新上厕所 请问你 请问做IT职场的日常活动多吗 不喜欢social的人会遇到困难吗 澳洲的local的文化 IT的social 两个星期或者每个星期一次吧 反正像我之前工作的这几家公司 都基本上每个星期 或者每个 每个sprint的下午 或者中午 或者整天都会做一些活动 然后你放心好了 就是IT这里面 不喜欢social的人特别多 然后讲冷笑话的人也特别多 所以不需要特别尴尬 开发我们不怎么着 Github开局员项目 能拓展 Github的拓展项目 是可以拓展的 公司里写的代码 bug太多怎么办 找QA帮你测试 有的时候像我之前一个manager 跟我说过 你写代码 你们写代码千万不要 写的太完美 你因为是华人嘛 就是也当中对我们华人说的 不要进度推的太快 别搞得这个项目赶紧做完了 导致这个项目deliver 然后你就可能被redundant下去了 因为没有活干的话 你可能就会被redundant 所以有的时候 等你真的进入公司的时候 再考虑这些东西就行 好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八九分钟 你们可以开语音说 这是local普遍来说 it fail的上升值 华人升值的愿望没有那么强 华人升值其实挺弱的 就是升值这个事情 你们要理解就是需要跟工资匹配 就是这个develop的工资啊 他不一定比manager低 甚至说比manager还高 这是在澳洲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比方说 deliver manager或者说project manager 他们的工资可能不一定比developer高 因为他只是一个position 他就是帮忙去coordinate这些整个项目的 然后他的工作就是天天开会 然后去多方面去coordinate 他的工资可不一定高 像我之前的公司 我就知道manager跟我一样工资 所以说我还不是senior 所以senior的工资比我还要高 你觉得澳大利亚互联网 下一步会往移动上靠吗 这个问题在16年的时候 大家都讨论过了 然后2021年了 就是16年的时候 大家都会认为17年肯定下一步往移动了 结果到2021年 大家还是没有往移动上靠 这个是澳洲的一个 还是市场太小了 华人不喜欢升值 基本就是想加薪 Devile没有那么多开会 对对是这个意思 国内想在很多互联网公司中心转移到移动端 国内是这样子 国内经济压力多大 澳洲没有那么大压力 而且开发APP多贵 澳洲 澳洲的高管主要是白人和印度人 华人的高管特别特别少 不用说华人的高管 就是在一个IT公司 华人的developer的比例明显低于印度人 他不像北美是相当于1比1 但是在澳洲明显 就是每个公司华人特别特别少 有的公司可能一两个 像我之前进之前就是那个 Redunton的公司啊 整个公司就我俩 我刚进去的时候就只有我一个中国人 还有一个日本人 然后其他都是白人 就是很少碰到 那个华人的 然后印度人是特别多 印度人明显比例超过华人 在IT公司 然后印度人当manager的人特别多 澳洲跟国内的工资比呢 你可以看看这个公司啊 就是你怎么不能比那些 怎么说呢 这个公司是这样的 工资是这样的 100到150万 不是 10万到15万 他是一个 Base seller 就是一个年薪 他大部分公司是没有那个年终奖的 这年终奖可能也就是 5% 高的10% 就是说没有那么高 然后是 但是呢 你们要知道的是 这个工作 这个工作啊 是朝时 基本上像朝时晚四 就是可以 可以工作压力很低 然后不需要996 然后很早下班 工作压力特别小 而这个是你上班 你可以wink from home 摸鱼 像我之前 在公司的时候 一个sprint两个星期 我基本上前两天 就把整个两个星期活干完了 那剩下 剩下那个八天吧 剩下六七天 我就在表演 这个给你们传递很不好的信息啊 就是后面我就在表演 然后呢 把这个活干完 不合适 呃 所以说澳洲工作 是挺轻松的 但是呢 我是不管是摸摸鱼吧 就是你首先 规定的任务 不管这多少 反正有的时候我也会挺忙 但是规定任务一定要完成 这是作为一个职业素养 只是说这个sprint planning的时候 就能够做活 做完了就做完了 其实这个 其实你们在考虑的时候 不用考虑华人不华人 印度人可能会帮助印度人上位 但是呢 你华人能力比较强的话 他们其实不是在意的 主要还是很多华人 他印度人的文化 跟西方是很接近的 呃 华人的文化跟西方是非常不接近的 就比方说在一个公司 印度人是非常乐于social的 那这乐于social也喜欢问问题 他印度人有很大特点 他们确实是不知道的东西就可以问 不不怕傻啊 这个就是这个问题 不怕自己显得自己很白痴 他可以问 但是华人会考虑很多问题 就是得失利益会考虑很多问题 呃 然后印度人的话 他们确实是天天能够各种social 华人的话 你像social场合的话 基本上大家自己自己各玩各了 要不去social 所以这个其实还差的蛮远的 然后我知道能够进入到manager层级别的 呃 华人的话 他的文化 明显就是很白人了 也不是说很白人 就很西方了 就很social那种 可以通过全任班建议化成有代码能力 而且有项目建议女生吗 有呃 我们女生 在全任班女生找的工作的人特别多 特别特别多 而且不一定一定达到男生的这个代码能力 但是一定是 但找工作是没有他的问题的 澳洲公司上班不打卡 很少听过打卡 打卡的话 公司员工都跑了 很少会打卡了 会有加班吗 呃 个别有公司会有加班 但是加班的公司很少翻 你可以 你用脚投票嘛 你可以去不加班的公司 但如果你愿意忍受加班的公司的工资的话 你也可以去加班 那可能有些公司确实会有那种打卡 但是我 从我的经验来说 我是没有见过打卡的 王总 你这个行业工资 你这个表示package还是base 我说的是这是呃这个工资是有些上限是我经历过的然后很多是马尔本悉尼的工资 然后我刚才说的是布里斯班还没有到这一轮 我预计可能两三个月之后可能会有这个涨幅 但是得看会不会有第一个公司开始搞这个事情 如果没有的话 布里斯班军联能拿75吗 嗯 拿75的基本就是逐年其实 但是最近好像没有看到很多超过75的 嗯 还是布里斯班 莫尔本特别多 所以我这还是针对于全澳的 布里斯班还是回归的是2019年2020年的薪资 还没有2021年这种大的变化 不确定会不会有这段大的变化 还是跟那个公司缺人程度有关系 就像马尔本这次涨薪就是各个公司互相挖拉挖去导致的 如果布里斯班这些公司没有导致 没有这种互相挖拉挖去的人的话 这个工资还是很稳定的 一般在公司里面过一段时间想涨工资 你是要一般是要等到review的时候呢 还是说你可以随时找你的manager聊一聊 一般的review的时候 但是你可以找manager聊 不好说就是 得看公司 而且是基本上你大体如果知道你隔壁多少钱 然后你感觉你可以证明你跟你隔壁一样能力 你就可以找 比较简单证明就是要把那个什么 因为公司它有各种各样理由不给你加薪 比方说你的这个login你的上班时间打卡你的什么review 你的每周每个月的报告每周的报告都做的不好 它可以用这种理由打压你 但你如果把这东西做的不错 然后然后再提的话是有有利的 然后之前我想提的时候 直接跟我甩了一个leadership 然后我就只能牙口无言了 我也不想去走leadership 澳洲公司看经验还是看能力 基本上两者都要看 澳洲公司其实说还是看能力 经验你得证明你大部分有经验才行 如果问一下澳洲薪水是对方一口价 还是先问你想要澳洲的工资 都是先问你想要多少 然后你可以告诉他我的期待薪水是多少 然后对方会觉得我公司这开的工资 能不能满足你要求 比方说你要11万 对方的budget直到8万 那你这个面试肯定是失败的 也不是说失败吧 肯定就不符合嘛 然后呢就过去了 澳洲有招一堆实习生的小公司 是不是为了省成本 你都说出来那肯定是为了省成本啊 澳洲实习的话 澳洲实习只有developer 开发类的developer比较好找 然后BA其他的都很难找 就是像比方Dawas基本没有实习 data engineer很少实习 DA非常少实习 BA很少实习 这个我其实以后也有机会可以说一下 因为这个developer是很适合去找实习的 但是developer基本上不会要实习 因为影响太大了 data engineer跟developer的情况差不多 因为像我刚才解释大发类人做什么的 所以他基本上也不会有实习 像DA和BA的话是可能有实习 但是DA是因为牵扯到数据的安全性 数据的隐私 所以找实习会给公司带来更大的风险 所以很多公司是不要实习的 他宁愿要那个 宁愿要员工 然后像BA的话 因为不签知道很多公司 但是BA的实习很少 就是没有那么多实习 QA可能会有些实习 但是我挺少见的 我还没有见过QA实习 因为他工资好像挺低 也不在乎实习 然后像UI的话 有一些实习 但像匠人的话 就UI实习连要都不要了 因为实习属于人太差了 我宁愿要员工 我也不想要实习 想问一下找工作 除了全站班学的内容外 你觉得我们需要什么样准备 技术方面 就是要好好写代码 然后打 然后可以重构代码 就同样的代码 能把你的代码 提升上一个级别 而不是简简单 就写出一个 完成一个事 你应该把这事做得更好 然后像看法的话 还会问optimization 如何去优化你的代码 如何优化你的系统 还有一种情况 我忘记谁跟我说了 给你一段代码 前段代码 然后就问你 如何去优化这段代码 这是技术方面的东西 面试dressing coat 就是smart casual 就不要穿的过分奇特就行 一些小公司不说薪水 让多少自己让开了高了 面试都没有 对 因为小公司 他这也没有自信了 如果你开的薪水比较高的话 他觉得hold不住你 那肯定是也不会要了 程序员穿西装的话 非常别扭 我确实没有见过一个程序员 穿西装的 但是像 bit business部门的话 一般我看到的穿衬衫 你穿西装就感觉像是面 那个房地产中介 或者面那个marketing 对有有有银行是要求 特别要求要穿西装的 但是一般如果要求穿西装的 他们在面试的dressing coat都写着 就是穿西装 然后 我正在摆了 好 好 我正在摆了 我正在摆了 我正在摆了